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匆匆的脚步 急驶的车轮 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事故 一个老人家 从这里横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从游南往北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撞到了 调查 走访 一辆天气 停在路边的大货车成了众夫所指 这把大卡车停在那里吗 他按着大卡车边上肯定要转过去才会到那里去到场 为什么没这个节制 那么他经理 完了只有边缘没冲过去 违章停放的大货车是否有责任 车祸发生与此有无关系呢 关键要判断的就是有没有因果关系 和这个有没有过错 喊冤的大货车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发生在浙江渠州的一起车祸的画面 这起车祸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而在之后的事故处理过程中 一辆停在事发地附近的大货车被要求赔偿近20万元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事故发生在2015年3月1日下午13点多钟 曲州市的念礼镇上 不宽的马路上 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流不息 当时有一个行人 就是一个老人家 从这里横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从游南往北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撞到了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一个路口的南侧 附近的监控设备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13点27分 一辆电动自行车游南往北行驶 突然马路中间出现了一名行人 游西向东过马路 接着电动车躲闪不及 撞倒了这名行人 交警到达现场时 被撞的行人已经被送去医院抢救 这是事发现场的照片 一辆电动车倒在地上 旁边一大片血迹 由此推断 被撞的人伤势不轻 经了解 被撞的是一名老人 名叫刘三美 家就住在马路的西侧 老人的丈夫老徐 跟记者讲述了那天中午的情况 吃过饭以后 他又不想 他一个年就过去到医院去 买的那个 想着娘也来 据老徐回忆 那天中午吃完饭 他和老伴一起出门 他到隔壁的小卖部去买东西 老伴则要去马路对面的一家药店买药 他刚走到小卖部 就听见身后砰的一声 见妻子被撞倒在地 老徐赶紧跑了过去 老徐说当时妻子后脑勺着地 头破了血流了一地 虽然医院极力抢救 但最终刘三美老人还是因伤势过重 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 老人69岁 刘三美老人比丈夫小9岁 夫妻俩结婚50多年了 育有三个子女 老徐说 妻子是个能干的女人 20多年前 妻子就开了一家建材店 前些年 因为年纪大了 妻子就把店交给了儿子儿媳经营 平时就在家带孙子做做家务 除了料理家务 老徐说 这些年随着年岁增大 他的腿脚越来越不灵电了 平时他就靠妻子照料 现在 一场意外 夺走了妻子的生命 这对他们一家人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在老徐看来 这场车祸本来是不该发生的 警方很快查明 肇事的电动车驾驶员名叫胡金泉 是老徐同村的邻居 老徐说 那天是因为胡金泉酒后驾车 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事后 胡金泉因为这起交通事故 被法院判处八个月有期徒刑 记者见到他时 已经是事发一年半之后了 他刚出狱不久 说起这场事故 胡金泉说 这一切都事出有因 我在家里吃饭 喝了一点酒的 在我女儿电话打过来的 他说老师不让他去校 那天就是开学来的 胡金泉承认 那天中午 他的确喝了点酒 但并没有喝醉 他觉得事故的发生 和自己喝酒 关系不大 胡金泉回忆 那天中午吃完饭 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去学校 处理女儿住校的事情 在路上 他碰到了一个朋友 监控录像中 骑在右边的就是胡金泉 左边骑车的 就是那个朋友 两人一边开车一边聊天 当时胡金泉 只用右手握着车把 我就跟后面人 看了一下 我转过来 也看老头 这么握 一个人 我就一边上下 我自己塞出去 那个人开转过去 他飞起来了 胡金泉当时也摔倒在地 受了伤 事后经过检测 事发时胡金泉血样里的酒精含量是 每百毫升五十四毫克 属于酒后驾驶 不过 胡金泉说 事故的发生 另有原因 就是说 责任主要责任是我的 我也不推迟 胡金泉承认 事故主要责任在他 不过 他觉得刘三梅老人 也有不对的地方 老太太们 他也是在这个机动车道上 走 现场的照片显示 事发地点 是在道路中间的机动车道 往南不到三十米 就是人行横道 胡金泉觉得 如果当时刘三梅老人 走的是人行横道的话 也许他就不会撞到老人 但是对此 老徐却不这么看 他现在走出冰箱 挂都挂不起来了 老徐觉得 就是因为胡金泉酒后开车 而且还跟人聊天 不注意路上的行人 才导致他妻子遭遇不测的 说到妻子过马路 没有走人行横道的事 老徐说 那是因为不得已 老徐提到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 当时在道路东侧的 非机动车道上 停着一辆大货车 大货车把人行横道给占了 老徐说 妻子这才不得不穿过 机动车道过马路 现场照片显示 事发时 道路东侧的 非机动车道上 确实停了一辆大货车 货车的尾部 占据了一部分人行横道 对于这辆大货车 肇事的胡金泉也有话要说 那我肯定要提别说 我在前面都骑到机动 自行车道上 胡金泉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他说 当时大货车 不仅占据了一部分人行横道 还占据了大部分的非机动车道 因此 他才不得不骑到机动车道上的 进而撞到了老人 事后 交警部门认定 这辆大货车 确实属于违章停车 它属于违章停车 车头是朝 逆向停的 而且这个路段是禁止停车 都有标志排的 事发地的路边 竖着一块禁止停车的标志 大货车逆向停车 属于违章停车 而且不知何故 这辆大货车 在这里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了 去年 七八月份就顶着那里 无论是受害的刘三美家人 还是赵氏的胡金泉 都认为违章停放的大货车 跟事故脱不了干系 这辆大货车挂的是一副河南牌照 经查 大货车的车主叫周卫军 记者采访时 周卫军远在新疆 电话中 对于为何把货车停在这里 周卫军是这样解释的 周卫军说这辆货车是2014年3月份 他从河南买来的一辆二手货车 之后他把车开到了渠州 平时他停在镇上的一个加油站里 当年7月 因为家里有事 他就回河南了 在回家之前 他把车交给了当时 也在渠州打工的表弟 李康鹏 周卫军说 关于违章停车的原因 表弟李康鹏应该清楚 随后 记者又联系了李康鹏 李康鹏不愿意多说 似乎有什么隐情 之后 记者又联系了车主周卫军 周卫军说 他也是事后知道的 原先他停车的那个加油站要改造 不能停车了 而距离镇上最近的能停放这种大型货车的停车场 在五公里之外 每天的停车费要四十元 他觉得可能是为了省点停车费 也图方便 表弟李康鹏才把车停在了这里 对于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周卫军也感到很遗憾 毕竟谁都不愿意看到有人伤亡 不过他觉得这起事故跟他没有关系 周卫军觉得他的车虽然停错了地方 但没有撞人 撞刘三眉老人的是胡金泉开的电动车 撞的地点也是在机动车道 跟他的车挨不着 再者 他的货车只占据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行横道 并没有把人行横道完全挡死 行人还是可以自由通行的 他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这起事故他都没有责任 对此 肇事司机和被害人的家人都表示难以接受 胡金泉和刘三眉老人的家人一致认为 当时如果大火车不违章停在那里 事故就不会发生 事情发生后 关于违章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大火车 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在当地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在我看来吧 应该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 因为毕竟他是停在那里 把他的机动 非机动车道堵掉了 那个电动车 应该是为了避让他才会开上这边 然后撞上那个老太太 他自己没撞到 预言不是有点 你觉得大火车车主有点远 有点远 赔偿议题 纷争在起 涉事三方 对部公堂 喊冤的大火车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治国教授 欢迎习老师 习老师 第一又感到很委屈 我是违章停车了 但这人不是我撞的 所以我没什么责任 您觉得呢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是在侵权行为法上 那么构成侵权行为需要有四个要件 一个是呢 要有损害的事实 第二要有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和这个 损害事实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最后 那么这个行为人还要在主观上有过错 在本案中呢 那么他有违法的行为 也有损害的事实 违法的行为呢 就是他违法停车 那么关键要判断的就是 有没有因果关系 和这个有没有过错 那么从过错这个要件来看呢 因为他违法停车 违反了这个道路交通法 本身就能推定他是有过错的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 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 从本案来看呢 这个大货车司机 他违法停车 那么他第一 占据了人行横道 那么同时他也占据了非机动车道 导致这个电动自行车 不得已借到机动车道 产生了这样的损害后果 那么可能就应该说 就有相当的这个什么呀 因果关系 2015年4月23日 当地的交警部门 对事故责任做出了认定 电动车驾驶员胡金全 为注意观察前方道路上的情况 未及时避让行人 对事故负主要责任 刘三梅老人过马路 未走人行横道 负次要责任 大货车的驾驶员李康鹏 也对事故负次要责任 大货车考虑了两点 它违章停车 一个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 第二个是占用了这个人行横道 那我们定了它一个次要责任 交警部门认为 大货车长时间占用人行横道 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 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与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对于这个责任认定 赵氏司机胡金全和刘三梅的家人 没有意见 不过大货车的车主周卫军 怎么也想不通 周卫军坚持认为 车祸的发生跟他没有关系 虽然心有不服 不过周卫军此后 没有对此提起行政负义 最终还是认可了 事故的责任划分清楚了 接下来就该谈赔偿问题了 刘三梅的家人说 事发后 老人在医院花了三万多块钱的医药费 更为重要的是 老人的离去对一家老小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刘三梅老人的儿媳觉得 受伤害最深的是她的丈夫 婆婆遭遇不测后 她经常看到丈夫一个人喝闷酒 看着婆婆的遗像 暗自神伤 婆婆的突然离去 让家里的每个人都很伤心 一家人的生活也被打乱了 老人的家人要求赵士司机胡金泉和大货车的车主周卫军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五十四万余元 而对于巨额的赔偿金 作为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赵士司机胡金泉表示 她无力承担 她说事发后 她也积极主动的进行了赔偿 先后给刘三美的家人六万元 借来六万 借来的钱 银行两万 自己借买 我妹妹那里两万 这边还有我哥哥的一万 还有大的妹妹那里一万 我已经六万钱借回来 胡金泉说 她是个种地的 农闲的时候 为了补贴家用 会去外面打零工 家里有两个孩子 都还在上学 事发前一年 家里刚翻盖了新房 由于没钱了 房子盖好一年多了 连外墙面都还没有彻底完工 家里除了一些 基本的生活电器和用品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物件 六万元 已经是尽她最大的能力了 现在要她再拿出几十万 她根本拿不出 现在家里就是 反正一份钱都没有了 你这买就买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哈你贷款有三十万 还没还呢 胡金泉说 她拿不出更多的钱 关于赔偿问题 她也就没能和被害人家属达成一致 因此 没有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最终 胡金泉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判了八个月有期徒刑 而面对巨额的赔偿 大货车的车主周卫军 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 周卫军说 这辆大货车当初他花了七万多块钱买来的 开到浙江后 由于车况不太好 拉货挣的钱都用在修车上了 现在因为一次违章停车 竟要让他赔十几万 这让他无法接受 说到赔偿 周卫军认为 这不应该是他的事 停车的是司机 被起诉的却是车主 赔偿责任究竟该谁来担负 喊冤的大货车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周卫军辩解说 车虽然是他的 但违章停车的是司机李康鹏 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上 写的也是大货车司机李康鹏负次要责任 如果说要赔偿 那也应该由李康鹏来赔 而且周卫军还说 事发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 更能够说明这个赔偿责任 应该由李康鹏来承担 周卫军说 当年7月 在离开浙江之前 他曾经跟李康鹏达成过一个协议 那么周卫军所说的租车给李康鹏的事情 是否确有其事呢 记者再次联系了李康鹏 那你再愿意问他吧 我也现在没什么方法 关于是否存在租车的事情 李康鹏也不愿意多说 经过多方联系 在事故调查的案卷中 记者见到了一份 事发后警方给李康鹏所做的调查笔录 在这份笔录中 李康鹏是这么说的 我跟周卫军是表兄弟 周卫军年纪大些 当时就口头上讲 一个月给多少钱 挣钱了多给些 具体多少没讲清 车子开了一个多月 没挣钱 常修车 饭桌上周卫军跟我提过 要我包他的半挂车经营 我也没答应 笔录中李康鹏承认 当时周卫军确实跟他提过 要把车租给他 但他没有答应 对此周卫军说 这不是事实 我租给他了 当时我什么我都不管 我都不问 你一个月就给我四千块钱就行了 当时口头上就这么说了 一方说两人有口头协议 一方说自己没有答应租车这回事 如今周卫军很后悔 当初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 而让周卫军更加懊恼的是 他的这辆货车的保险已经过期了 原本如果车辆有保险的话 在发生事故后对于被害人的赔偿 周卫军可以向保险公司离赔 可是保险过期了 也就意味着周卫军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 面对巨额的经济赔偿 周卫军说他也没有能力 周卫军说原先他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后来为了能够多挣点 就借了钱买了这辆大货车 可是买来车没过多久 在河南老家的父母身体不好 他就回了老家 为了给父母看病 他又花了不少钱 如今买车借的钱 他都还没有还清 实在是没钱赔 关于赔偿 赵氏司机胡金泉和大货车车主周卫军 两人都说自己赔偿不了 之后受害人刘三美的丈夫老徐 将两人告上了法院 现在大货车的车主也有话说了 他说司机是我雇的 可是违法停车可不是我让他去停的 而且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明确写着 大货车司机负次要责任 他可没说大货车车主负次要责任 所以要赔得司机赔 跟我没关系 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通常来说就是应该由驾驶员 也就是司机称带他违法驾驶 违法停车的这个后果 但是要注意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司机是由这个车主所雇佣的 那么根据我国清缺责任法第35条 如果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 那么我为了履行我的工作的便利 然后实施的违法行为 应该由这个什么呀 雇主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之所以要求由雇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是因为雇主要对他的雇员 要履行阶毒责任 就是你得告诉他 你不能违法停车 对 他违法了 你要对他的行为承担责任 2015年10月16日 浙江省渠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赵氏司机胡金泉 除以支付的6万多元的医药费之外 还应赔偿死者家属26万余元 大货车车主周卫军赔偿19万余元 受害人刘三美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 他的家人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在这起案件中 一起车祸 一个鲜活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 赵氏者不但面临巨额的经济赔偿 还承受了八个月牢狱之灾 大货车的车主 也因为违章停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个违章停车的话 其实是我们管理的 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最好头痛的一个地方 这是刘三美老人被撞的那条路 事发过去一年多了 曾经发生在刘三美老人身上的惨痛教训 似乎已经被这里的人们淡忘 路边的禁停标志依然醒目 违章停放的车辆仍然不少 电动车还在机动车道上横行 行人也照样在马路上穿行 事实上 类似的因违章停车被判赔的案例 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 2015年9月5日清晨 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路口 一辆小轿车左转时 撞到了对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 事故造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的严重后果 事后经交警部门认定 当时路口违章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 阻挡了肇事轿车和摩托车驾驶员的视线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违章停车的黑色小轿车车主 对事故负次要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 其赔偿受害人家属三万余元 2014年2月1日 浙江周山 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 与两辆违章停车的小轿车相撞 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身受重伤 最终违章停车的轿车车主 及其保险公司 分别赔偿受害人15万余元 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 违章停车 也就是被罚个一两百块钱的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今天的案例告诉我们 违章停车可能还会引出人命 造成人身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要这么说的话 违章停车 那绝对不是随便停一停 那么简单的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习老师参与我影视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